我們今早採取新一浪的拘捕行動 在今天早上 我們西九龍總區重案組 聯同港島總區和元朗景區的探員 分別在天水圍、觀塘、沙田和紅磡 採取拘捕行動 行動之中 我們以串謀詐騙罪名 拘捕四名的本地女子 她們年齡是25歲、42歲、45歲和48歲 她們四位都是現職的公務員 其中三位是在社會福利署工作 而另一位是在教育局工作 她的職位是一間官立學校的教師 現在這四名被捕人士 仍然是被我們警方扣留調查 你好友善的 想問一下剛才你說過幾個人多次 分別他們是拿了多少次的面針紙 當中除了自己用途 又是否給其他人 怎樣證明他們是否真的有醫療需要 他們有沒有做一些辯解是甚麼 第三就是 總共調查了多少人 而有多少人是公務員 最後呢 你剛才是怎樣分析那些人是真正的需要 還是膽容 OK 先說多多問題 首先幾張 其實她們各個這四位被捕人士 都是多過一張的 都是多過一張的 至於我們是有甚麼 我相信她的意思是有甚麼理由去拘捕他們 我想 我會這樣說 我們警方其實這次是經過全面的調查 我們是審視過所有的證據的 加上一些醫療專家給我們的專業評估 才令到我們有理由相信 以上的被捕人士 全部都是違法地拿到免針紙 至於你說詳細的準則 為甚麼要拘捕這幾個呢 因為這些是牽涉到一些調查的手法 所以我就不方便在這裏透露 但是我可以保證的就是 我們是會審視一連串的證據 當中其中包括被捕人的醫療背景 本身的等等 我們才作出拘捕決定 是NARTV的 之前其實被捕的醫生 其實都總共發了二萬多張的免針紙 其實是否可以說有買過 或者持有這些免針紙的市民就是犯法呢 不是 即是不是說你有那個醫生發出的免針紙就是犯法 這個不是我們的意思 我們都不會說因為你有這些醫生發出的免針紙 就會拘捕你了 不是 正如我所說 我們是經過了全面的調查 我們要審視所有的證據 和分析其他的因素 和拿一些醫療專家的意見 專業意見 我們才再評估 才會是可能會作出拘捕 我們拘捕都一定要有理由 合理的理由 懷疑他們是用虛假的聲明 或者資料去拿一些 因素 我們才作拘捕 阿Sir 你好 阿Sir 你好 香港01 想問回這次被捕人就在社會福利署和教局工作 接下來會不會再調查其他公務 其實我們調查就不會只是調查公務員 其實那個目標人物的職業背景 其實不是我們最大的考慮 無論是一個高官也好 是一個普通市民也好 其實都對於我們一樣 有合理懷疑他們犯法 我們就會去進行拘捕 1983年 1984年 2022年 2034人 2012年 2019